日前深夜远景巡邏 在淡水明泉路和大桶路口 发现一辆小客车悬挂注销车牌 就在准备上前拦查时 没想到驾驶不愿意配合 反而是狂踩油门加速逃逸 二警方就一路跟在后面追 穷追不舍 并开了扩音器要对方马上停车 双方追逐将近两公里 最后在中正东路一处巷口 将他拦了下来 事后调查身份 发现他竟然是名毒品通气犯 那是干什么了 通气啊 那现犯啊 当时嫌犯开车载着女朋友 被拦下时 对方才得知原来男友是通气犯 同时警方也在嫌犯的外套口袋 查获多包二三级毒品 以及吸取器 更夸张的是还在后行李箱 发现一个可疑的工具箱 打开一看 里面竟藏有六颗九公里的子弹 而男子还变成 车辆是中古车行买来 不知道是悬挂车牌 工具箱则则是在资源回收场捡来的 但对于他的说法 警方不踩信 除了一致保管车辆及扣角牌照 并将男子当场移送法办